台灣黑熊是非常珍貴的保育類動物 也是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 為了將保育黑熊的計畫能夠落實 並加強國人對於保育類動物的觀念 域館處規劃了 台灣黑熊物種保育推廣計畫 期盼藉由計畫的推展 讓珍貴的黑熊能夠安全的繁衍 相關單位表示 目前全台灣的黑熊數量約有600到700隻 期盼藉由各界的努力 讓生態系更完整 台灣黑熊是我們台灣的一個特爾牙種 然後它是我們珍貴稀有的保育類動物 那我們玉珊國人在自從民國80幾年起 就開始做保育跟富裕的工作 那我們台灣黑熊的一個數量 那經過我們專家的一個估計 那目前全台灣大概是將近有600到700隻左右 當然黑熊是我們比較高位的一個大型的哺乳類動物 它是我們生態鏈的最高等級的一個動物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黑熊的數量能夠今天增加 那增加之後當然顯示說 讓我們整個生態系的一個更豐盛更健全 議員陳淑慧表示 玉珊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豐富是熱門旅遊的景點 並呼籲遊客到國家公園旅遊時 重視生態保育 讓全國民眾一起來守護地球愛地球 我們玉珊國家公園對於保育類的動物非常投注 也撥了很多的經費做一個保育資產的這一些演習 所以目前在台灣有600至700隻大型的黑熊的存活 所以在這裡淑慧要呼籲說所有愛好登山的好朋友 進入山區只要有看到我們的黑熊 不要做一些傷害的一個動作 黑熊是在台灣才有黑熊 所以我們應該更應該去保護 瀕臨絕種的一個野生動物 讓我們共同的來守護著地球 守護著我們台灣的稀有動物 相關單位表示 經由各界努力的成果 黑熊的數量漸漸變多 並呼籲民眾如果上山 要完整裝備 若遇到黑熊要保持鎮定 安靜的離開 經過保育之後 黑熊在山區野外 遇到黑熊的機會慢慢增加 像在前一陣子 在我們的大雪山的附近 就有警察開車就看到黑熊 然後也有遊客 疑似被黑熊 算是抓傷的一個行為發生 然後我們會呼籲說 遊客到山區裡面 盡量就是能夠安靜 然後能夠帶鈴聲跟哨子 然後隨時知道聲響 然後讓黑熊能夠躲避 然後假如真的是有幸 遇到我們黑熊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靜靜的能夠離開 不要去干擾牠這樣子 遇上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 而病令絕種的動物 更是需要大家一起來保護 希望在各界同心協力的維護下 讓自然生態更完整 全世界都能看到台灣的玉山之美 民意新聞洪信平水里採訪報導